那么第二节呢 是利率决定理论 在上一节我们说过啊 什么叫利率啊 说利率说白了 就是用利息除以本金 但实际上呢 利率呢 可以用利息除以本金来表示 就像那个什么样啊 那个电阻一样 电阻呢 可以用这个电压比上电流 但是电阻呢 它并不是由此来决定 利率跟它一样 那么利率到底由谁来决定呢 有好多种理论 好咱们先看一下啊 首先呢 有这个利率的风险结构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到期期限相同 这个债券呢 它利率不同 还有什么呢 利率的期限结构 别的相同 期限不同 利率也不同 还有一个呢 叫利率决定理论 有古典的 有坎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 还有谁呢 还有新古典的 把俩综合起来的 叫可贷资金 理论 这几个啊 都是三颗星的 非常重要的 呃 这里边难度比较大的 需要特别理解的呢 是利率的期限结构 这里边的内容呢 是非常的多 呃 我们看情况吧 啊 实在不行呢 我们就把一和二讲了 三呢 先留着 呃 太多了以后呢 也怕接受不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知识点 利率的风险结构 这个呢 相对来讲呢 好理解一些 好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咱们得知道 什么叫做利率的 风险结构啊 所以整个的 这一节讲什么呀 就是利率不同 它为什么不同 哎 为什么不同呢 我们看一下啊 说债券的到期期限相同 可是利率不同 这叫什么呀 哎 就叫做利率的 风险结构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我们就理解了 上课就背下来了啊 那你比如说啊 有两种债券 一种叫做国债 啊 还有一种叫什么呢 哎 叫公司债 好 那么这两种债券呢 都是一年期的 啊 一年期的 请问 啊 一年期的国债 和一年期的公司债相比 哪个利率高 哪个利率低 啊 这个大家应该能判断出来吧 都是同样的期限 国债跟公司债利率一样高吗 还是哪个高哪个低呢 啊 哪个利率高呢 我们看一下 啊 国债低 啊 公司债高 没问题 啊 这个常识咱们都知道 那 关键 他不考这个呀 他考什么呢 哎 其实这也考啊 考什么呢 考 说为什么 公司债 啊 他的这个利率 他就高呢 而这个国债 他的这个利率 他就低呢 啊 这是为什么呢 哎 这就是利率的风险结构 要讲的问题 我们在第一章 讲货币市场的时候 我们讲过这个短期的政府债券 对吧 哎 叫国债嘛 哎 那么国债 有几个特别明显的特点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大家还记不记得 首先 他叫什么债 叫国债 那么国债的话 有谁的信用在背书 国家信用在背书 所以他的违约风险 大还是小 人家怎么说啊 说违约风险几乎为零 而公司债 他可就没那么大的这个 信用 是吧 来背书了 所以呢 从第一角度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国债 安全性高 违约风险呢 小 而这个公司债呢 违约风险大 所以呢 违约风险大 他利率 肯定要高一些呀 怎么说 叫高风险 高收益呀 所以公司债 他得高一些 他这个利率 好 那么我们说过 哎 这个国债 还有一个特点 叫什么 流动性高 流动性强 好卖 那么公司债 跟国债相比 哪个流动性 啊 更强一些呢 那很显然 国债更好卖 公司债呢 要差一些 啊 所以说呢 你这个公司债不好卖 你是不是得给我利率高一些呀 对吧 哎 你这个好卖的 是不是利率要低一些呀 第二个角度 啊 债券的流动性 啊 那么还有什么呀 我们说过 国债 还有一个特点 大家记不记得呀 叫什么 收益 免什么来着 免所得税呀 就是你这个国债 挣了利息 不收所得税 公司债 我们挣了利息 收所得税 那么如果公司债跟国债的利息一样 结果公司债还收我们一笔所得税 那谁还买公司债呀 对吧 那不如买国债合适啊 所以呢 这个公司债他要收税 收所得税 国债不收 所以公司债怎么办 你得那个 你收益得得把那个所得税给我覆盖了呀 对吧 哎 所以呢 这个收所得税的这个怎么办 利率得高一些 要不然的话没人买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背起来了 啊 万一忘了考试怎么办呢 那咱就想国债的三个特征 是吧 违约风险几乎为零 对吧 流动性强 是吧 然后呢 哎 收益免这个所得税 所以考试问我们 请问 啊 说这个 到其期限相同 啊 利率不同的这个债券 他为什么 为什么 哎 为什么 哎 第一个违约风险不同 啊 第二个 哎 流动性不同 第三个 所得税不同 多项选择题 啊 多选题 呃 比较可惜的是呢 啊 这个刚考了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 违约风险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细节 啊 啊 什么叫违约风险呢 违约风险说白了 就是信用风险呗 啊 不还了 到期不还了 啊 要么就是不还利息了 啊 或者是不还本金了 反正就不还了 啊 呃 一般来讲 违约风险越大的这个呢 哎 利率越高 我们说了吗 公司债 啊 他比这个政府债 他他要高 为什么呀 他他违约风险大 啊 另外普通的 啊 违约风险比等级高的呢 哎 他也大 是吧 谁的风险大呢 违约风险大呢 他这个利率就高 啊 高风险高收益嘛 需要给一个补偿 呃 这个得知道啊 违约风险越大 利率越高 好 咱们看一下流动性 什么叫流动性啊 哎 合理的价格 啊 顺利变现的能力 两个事情 一个呢是时间尺度 就是能够啊 迅速的变现 再有呢 是价格 啊 你不能亏的太严重啊 对吧 需要一个合理的价格 啊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变现所需要的时间 或者是成本的不同 啊 使得流动性呢 也就不一样 变现快 啊 成本低 那流动性就高 是吧 哎 需要损失惨重 或者好多年才能变现 那流动性就差 你比如说 十年期的贷款 啊 十年期贷款 十年才能回得来 这流动性多差也得呀 一年期贷款 一年就回来了 流动性这多强啊 对吧 变现需要的时间不一样 啊 好 所以呢 流动性越强 啊 利率就越低 国债流动性强 它利率就低 公司债流动性差 它利率呢 它就高 所以一般来讲啊 国债的流动性强于公司债 所以国债的利率怎么办呢 哎 它就小于公司债 好 这个呢 不用背 理解一下 做题 没问题 啊 好 所得税也是啊 通常条件下 有免税特征的 啊 利率就低 咱们说嘛 国债免税 它就低 啊 公司还不免税 它就得高呗 啊 好 他让他给举了个美国的例子啊 看看就行了 啊 说美国的市政债券利率就低 为什么呢 市政债券利息收入是免税的 啊 好咱们来看一下啊 2015年多选题 根据利率的风险结构理论 到期期限相同啊 其利率水平不同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2015年考的啊 还可以 我们2021年可能还有机会啊 呃 几个原因来着还记得吧 忘了以后 我们就想谁来着 想国债的三个特征 是吧 违约风险 还有什么来着 流动性 还有什么 所得税啊 ABC 这是2015年考的啊 2015年考的 看来我们2021年还有机会啊 好 咱们看一下2020的单选 不过呢 也考了啊 也考了 关于债券违约风险的说法 正确的是 哎 期限越长 违约风险越低 怎么着 期限越长 一年期的贷款 跟十年期的贷款 哪个违约风险大呀 当然是十年期的了 违约风险高 啊 违约风险 它的不同 是导致 到其期限相同的债券利率 不同的重要原因 这个是对的呀 三个原因嘛 违约风险是一个原因 是吧 还有谁来着 呃 违约风险 流动性 所得税吗 地方政府债券的违约风险 通常低于 中央政府债券的违约风险 这个不对 中央政府的债券 叫金边债券 地方政府的债券 叫银边债券 哪个风险大呀 地方的风险大 金边肯定比银边的要合适啊 对吧 公司债的违约风险 通常低于 政府债的违约风险 这不瞎闹吗 把政府债 是吧 那人家是这个金边的呀 是国家这个 训练作背书啊 你公司债哪成啊 选哪个呢 选币 这个题我们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呃 那么2021年 要注意一下这个多选题了啊 这个题要注意一下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道题 根据利率的风险结构理论 各种债券的流动性之所以不同啊 是因为在价格一定的情况下 他们的什么不同 说流动性不同是为什么呀 什么叫流动性 变现能力 啊 那么变现所需要的时间呗 啊 需要的时间长 流动性就差 需要的时间短呢 流动性就强呗 选币 这样的话呢 这个知识点 我们就拿下了 啊 大家背下来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背下来了啊 啊 看一下 呃 应该掌握了吧 这个咱们上课应该就掌握了啊 哎 有获得感了啊 有获得感了啊 三个原因 忘了就记谁呢 国债的那三个特征 就行了 没问题 好 那咱们看看有问题的啊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难度稍大的 这个呢 有点肉 啊 你认真听讲 我觉得 应该差不多 啊 应该差不多 能听懂 至少做题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咱们试一下 看看 行不行啊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二个知识点 利率的期限结构 说这也是说什么呀 哎 利率为什么不同的原因呢 哎 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啊 这个违约风险一样 呃 流动性也一样 哎 这个税数特征呢 也一样 但是呢 期限不一样 哎 那么这样的债券 利率一样吗 你看一年期的债券 跟五年期的债券 利率一样吗 不一样 对吧 这叫什么呀 利率的期限结构 是因为什么不同呢 哎 到期期限不同 所以他们的利率不同 这叫什么呢 叫利率的期限结构 前提是什么 他们的风险 流动性 税收 都是相同的 要不然就没法比了 对吧 因为你风险不同 它也不同呗 对吧 这里边 我们就这么想 假设其他都一样 只是因为期限的不同 所以叫做什么呢 利率的期限结构 这里边呢 有好多专家 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有三个是最重要的 哪三个呢 与期理论 分割市场理论 流动性 溢价理论 多选题呢 还得知道一下 他们呢 就来解释 说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之间 他们的利率 是何种关系 我们说过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还记不记得 我说利率 一般来讲 指的是谁来着 在西方国家 那个教材这边 基本上都这么写的 衡量利率 最精确的指标 叫什么呢 叫做那个收益率 到期收益率 收益率 好 那咱们看一下 我们看收益率 收益率呢 咱们书上给的很突然 那一下子就切换过来了 利率跟收益率切换过来了 我给大家缓冲一下 我们补充了一个内容 叫收益率曲线的一个情况 什么叫收益率曲线呢 横轴代表的叫做期限 纵轴代表的叫收益率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六个月 六个月 这是一个收益率 比如说这是六个月的 一年 有一个收益率 比如说五年 又有一个收益率 这叫什么呀 收益率曲线 它可以是个曲线 你可以这么画个曲线 这么画也行 曲线也行 这么画也行 咱们方便前就画了一个值的了 这么一个曲的 好 咱们看一下 什么情况呢 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明 不同的期限 它的收益率的情况 我们常用的是什么呢 国债的收益率曲线 为什么用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呢 因为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呢 我们往往认为它是无风险的那个收益率 或者说无风险的利率 也就是说我们买一个债券 我们需要赚钱 我们预期这个债券应该挣多少钱呢 利率应该多高才合适呢呀 我们就参照相同期限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 哎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次进入上加点就行了 好 咱们来看一下啊 六个月的利率 你可以看一下 或者收益率 它是低 五年的这个呢 哎 它高 表现形式呢 收益率曲线是向右上倾斜 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哎 说明长期利率高于短期利率 所以是向上倾斜 这个咱们得了解啊 那反过来呢 反过来呢 那 是这样了 往下翻转了 往下翻转了 向下翻转了 这是短期的 是吧 哎 这是长期的 说明什么问题啊 哎 长期的这个收益率呢 或者长期的利率呢 小于 短期的 哎 叫翻转的 啊 还有种什么情况的呢 哎 是这种 啊 相等的 那长期的 啊 跟短期的相等 啊 其实还有第四种 啊 属于什么型号的呢 哎 属于这种驼峰型的啊 哎 什么型的 就这种的 哎 驼峰 跟那骆驼的那个驼峰似的 啊 相对短期 啊 它是右上 相对长期呢 它是右下 当然也有这个倒过来的驼峰 倒过来的那种 啊 那个咱们不说了啊 哎 不是咱们考试的重点 咱们考试一般会涉及到这三条线 啊 但是书上没有 咱们现在理解了啊 说考试问你啊 说这个向右上的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啊 右上的什么问题啊 右上的 长期利率高啊 就这么简单 啊 那么 向下翻转的 右下的说明什么问题啊 长期利率低啊 记住了啊 记住了 好 咱们看一下第一个理论啊 叫做预期理论 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 特别重要啊 属于近似必考的内容 我们一定要把它拿下啊 呃 一共四个大点啊 四个大点啊 看看咱们上课能不能把它记住 呃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假设条件 啊 理论嘛 总得建立在很多的假设情况之下 不假设的话 说实话 后边的结论没法成立了 我们假设什么呢 假设是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是完全替代的 哎 这是一个小重点 我们得知道 啊 可能有同学该问了 这咋替代呀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 我呢 要去投资 买债券 有短期的债券 有长期的债券 那对于我来讲呢 哎 我可以买短的 也可以买长的 哎 就这么个意思啊 它是可以完全替代的 而且什么意思呢 短期债券的利率 对长期债券的利率 有影响 哎 长期债券的利率呢 跟短期的利率呢 也有影响 这就是 这句话的含义 啊 不同 到期期限的债券 是完全替代品 就是短期债券的利率 咱们简称吧 就短期利率 跟长期利率 它们有关系 互相影响 啊 这叫什么呀 预期理论 跟它相反的那个 你记住了 叫分割市场理论 你听这个意思 分割市场 就把这个市场 给它割开 啊 一块一块的 什么意思啊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咱俩没关系啊 哎 分割市场 什么情况 他把短期的割开 他把长期的割开 短期归短期管 长期归 长期管 井水 不犯河水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在这咱们要记住 啊 预期理论 假设的什么 哎 是能够完全替代 那么如果是分割市场呢 那就 没有任何关系啊 没有任何关系啊 短期长期 不同期限 没有任何关系 完全替代不了 这样的话 咱们就记住 两个内容了啊 好 咱们来看一下 预期林的 他的主要的认为啊 三颗星 在过去的日子里 几乎每年都考 以多选为主 单选为辅 啊 所以这块记住 基本上 一两份就到手了 啊 那咱们说了半天 前面讲 我们补充了一个收益的曲线 讲什么问题的呀 不就是长期利率 跟短期利率的关系吗 对吧 哎 如果长期利率大的话呢 就往右上倾斜 那个税率曲线 如果长期利率小的话呢 小的话呢 就往右下倾斜 哎 那咱们看一看 预期理论 他认为 长期的利率 跟这短期的利率 有没有关系呢 这说了 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呢 计算题 啊 单选题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一下啊 说长期债券的这个利率呀 他就等于 长期债券到期之前 人们所预期的 谁呢 短期利率的平均值 简单的背 就是长期利率 等于什么 短期利率的平均值 哎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 我去买债券 我就看啊 我就看 看什么呢 我看债券啊 呃 第一个一年的 利率是8% 第二个一年期的 就是过完一年以后 再来一年的那个债券 啊 就一年以后的 那一年啊 是10% 啊 请问两年期 债券的利率是多少 计算题就这么考 第一个一年的 是8% 第二个一年的 是10% 啊 我想知道 这两年呢 是多少啊 咋算呢 你说了吗 两年 一年短 一年短 两年就长了呗 这个短长是相对的啊 哎 那么两年就谁呀 短期的这个平均值啊 哎 那那就这就平均值啊 那就是几啊 哎 9% 啊 9%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那其实从这个例子上边 我们还能看出一个问题来 啊 看什么问题来呢 哎 你看啊 我们预期的这个短期利率 一样不一样呢 你看 第一个一年的短期利率 我们预期的是8% 第二个一年的预期的多数到10% 啊 所以第二个结论来了 该理论认为 到期期限不同的债券之间 啊 这之所以有不同的利率 是为什么呢 说在未来 不同的时间段内 未来啊 第一个时间段是8% 第一个一年 第二个一年呢 是10% 那很显然 短期利率的预期值 是不同的 哎 你看是不是不同的 第一个预期8% 第二个预期10%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 我举的这个例子 他预期的短期利率 是往上升的 还是往下降的呢 哎 他是往上升的 是吧 所以呢 哎 所以呢 我们那个 说的曲线应该长什么样了 应该是往右上的 那个是吧 哎 他预期的短的往上升 那么那个长的 是不是也应该往上升啊 你看 你短的 8 10 11 12 这长的 是不是应该也是在涨 为什么呢 因为你长期的利率 是短期利率的平均值啊 对吧 你这个短的 你要这变成12%了 这儿 是不是比9% 要更多一些了呀 哎 你再多 不也就越多了吗 哎 我们要预测啊 短期的平均值再涨 实际上就是个长期的利率呢 哎 他是往上涨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也就是说当利率低的时候 是吧 一般我们一曲它会涨 啊 然后呢 就向右上方倾斜 好 那咱们再看一个 第三条啊 这三条就是行了 长期利率 它的波动 低于 短期利率的波动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长期利率 它是短期利率的平均值 对吧 哎 你看 你看 短期利率 8% 10% 这波动的挺大的 啊 如果再变成12% 波动又挺大 但是你给它平均完了以后呢 比如这儿 这儿是个12% 对吧 你给它平均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什么状态呢 这儿值比9%多一些 对吧 长期利率 或者这个平均值 它波动要小一些 啊 这样的话呢 也好理解了啊 好 三句话记住了啊 看这儿 我们一起来背一下 三句话记住 第一句话 按照预期理论认为 长期利率等于什么 短期利率的平均值 哎 好 那么短期利率 啊 我们预期的时候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那么如果预期 短期利率上升 长期利率怎么办 也上升 对吧 那如果要是反过来 我预期短期利率下降呢 短期利率 如果要是下降的话 我们给它平均完了以后 那个长期利率怎么办 也是下降 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点 什么点呢 这个短期利率 跟这个长期利率 有一个同向运动的 这么一个趋势啊 对吧 短的要涨 长的也涨 短的要降 长的也降 哎 这是预期理论 能解释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呀 因为长期利率 是短期的平均值嘛 也正是如此 长期利率的波动 和短期率的波动相比 大还是小呢 小平均值 是吧 它肯定要小一些波动 这样的话 就是预期理论的情况 这三条最喜欢考 啊 应该背个差不多啊 好 那咱们再看另外两条 预期理论可以解释什么呀 刚才咱不说了吗 如果咱要是预期 短期利率上升 长期利率就跟着上升 对吧 如果咱要预期 短期利率下降 长期利率怎么办 也下降 因为长期是短期的平均值嘛 所以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的利率 有同项运动的趋势 不同项嘛 短的涨 长的涨 短的降 长的降 这个不用背就信了啊 另外 如果短期利率低的话 短期利率低的话 收益利率曲线怎么样呢 是倾向于向上倾斜 向上倾斜 如果短的要高呢 向下倾斜 咱们前面不有那个吧 你看 你看这种啊 短期如果高的话 是吧 一般是往下 是吧 往下 如果短期低的话呢 短期低的话呢 一般是往上 咱们就不再做理论解释了啊 咱们记住这个话就行了 如果再做理论解释的话呢 我怕可能说多了以后呢 更容易混乱啊 我们就按这个图计就行了啊 你看短期如果高 是吧 一般来讲怎么办呢 是往右下的 长期比短期怎么办呢 哎 这个这个要 要小了 是吧 短期如果低呢 往往是倾向于啊 只是说倾向于 没说一定啊 只是理论分析是倾向于 是倾向于啊 短期的低啊 是倾向于啊 向上倾斜 啊 短期的如果是高呢 哎 倾向于什么呢 向下 短期要是高 利率高 人们都去买 买完了以后 利率就低了 是吧 低了以后呢 哎 人们就不太愿意去买什么呀 哎 这个这个这么这么高的了 是吧 然后就慢慢降低了 是吧 哎 如果这个短期利率要是低呢 啊 人们就不太愿意买这个短期的 是吧 都愿意去买长期的 啊 长期都买长期的呢 长期的就涨钱 涨钱以后呢 利率就下来了 是吧 短期长期啊 一个情况 不管别的了 记住两条就行了 一个是同向 这咱们理解了 第二个呢 要好理解啊 短的低啊 那么倾向于向上 短的高呢 倾向于往下 那他不能解释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说受益力曲线 说通常是向上倾斜的 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啊 人们呢 更喜欢的是什么呀 哎 短期的是吧 哎 更喜欢的是短期的啊 呃 一般来讲呢 呃 他是向上倾斜的 呃 这只是说 一般来讲啊 但是预期理论认为呢 预期理论认为呢 可能往上 也可能往下 这不说了吗 如果短期利率低 他可能是向上 也就是说 长期利率 是吧 大于短期利率 如果短期利率要是高呢 他可能是向下 就是长期利率怎么办呢 小于短期利率 因为 预期理认为 长期是短期的平均值啊 你比如说 第一个一年的是8% 第二个一年的是10% 是吧 所以两年的这个长期的是9%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9% 他可能比这个大 也可能比他小 对吧 对 所以长期的啊 可能是大 也可能是小的 呃 所以他是两种情况 呃 但实际上呢 我们一般认为什么呢 长期应该大于短期 呃 是这么个意思啊 呃 所以呢 预期理论呢 他就解释不了 解释不了什么呀 呃 这个长期啊 通常是大于短期 或者说呢 收益率曲线呢 通常是向上倾斜的 啊 好 呃 书上呢 给了一句话 啊 也没有解释 咱们看一下 他说 根据预期理论 他说典型的收益率曲线 应当是平坦的 啊 不是向上倾斜的 啊 这话怎么理解呢 咱们这么理解啊 呃 呃 什么理解呢 你比如说 如果长期的利率高 那人们都去买这个长期债券 都去买长期债券呢 长期债券就涨钱 涨完钱以后呢 相当于他那个利率就低了 啊 那么利率低了以后呢 呃 这到什么时候呢 低到跟这个短期利率一样了 人们就不再去那么热烈了 同理 如果短期利率高呢 人们就都玩意味着去买短期的利率 呃 都买短期的债券 这个短期债券都去买呢 价格就贵了 价格贵了以后呢 他这个收益率就下来了 哎 然后呢 跟那个长期的利率呢 就相等了 也就是说 短期的高 人们就玩意味着买短期的 就会把短期的利率拉下来 哎 那么如果长期的利率高呢 人们就玩意味着去买长期的 就会把长期的利率给他拉下来 哎 什么时候就行了呢 长期短期相等 所以按照预期利率的意思呢 哎 说点形了什么样子呢 它是这个平坦的啊 是平坦的 就这么个意思 最终的结果呢 哎 长短 它会趋于一致 好 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 2020年考的单选 这个没关系啊 这个没关系 这个题目 它是连续会考N年的 说20年考了以后没关系 21年它会接着考 关于预期理论 对利率的期限结构解释的说法 正确的事 哎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利率 有反向运动的趋势 咋说来着 短期的掌 长期的跟着掌 短期的降 长期的跟着降 这哪叫反向啊 瞎闹 啊 如果短期的低 什么样子 咱们就自己画图呗 画图 短期的低 它就往右上走 是吧 这不短 短期的低吗 短期的低就右上走 哎 那是什么信号的呀 向下倾斜 不对 什么时候向下倾斜呀 我们看一下 向下倾斜 是这是向下倾斜 向下倾斜什么意思啊 短期的高 长期的低 哎 你看 我觉得看这个图啊 更好背 哈 随着时间的推移 说不同到期限的债券 有同向性的趋势 对呀 哎 因为长期债券的利率 等于短期的那个平均值啊 如果短期的高 短期的 短期的高 然后右下 对吧 短期的高是右下 短期的高 又右上 啊 向上 向上不对 啊 选哪个呢 哎 选C 你看这个题 不就没问题了吗 啊 造材上呢 你说要给那个税率选 画出来多好 不画啊 其实那三条线一画 是吧 咱们很多问题呢 都变得好理解了 啊 这就是预期的 应该记个差不多 是吧 应该记个差不多 做题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了 来 咱们再试一个啊 2014年的单选 假定 预期啊 当年一年期债券的年利率是9% 啊 预期下一年 啊 一年期的是11% 就第一个一年 是9% 第二个一年 是11% 那么请问 那两年呢 是多少啊 那这个就简单了 是吧 哎 那那怎么着呢 就是9% 加上11% 除以几啊 哎 除以2 啊 10%嘛 选B 好 好 咱们看一下 2014年的多选啊 来 看一下 咱们答对了吗 答对了吗 好 我看看答对了没有啊 好啊 没问题 好 咱们看2014年的多选题 关于期限结构理论中 预期率的说法正确的有 哎 短期历率的预期值是相同的 怎么说来的 呃 一个8% 一个 你看这题 9% 11% 相同吗 不相同 不相同 长期率的波动 小于短期率的波动 对吧 哎 平均值嘛 他这个波动肯定要小一些啊 不同期限的利率波动幅度相同 谁说波动幅度相同啊 哎 不同啊 不一定相同啊 短期债券的利率 一定高于长期利率 是这样的吗 有可能高 有可能低 不有那个向上的 就长期高 向下的 就是短期高吗 不对 长期债券的利率 等于预期的 短期率的平均值 正确啊 必合议 必合议啊 两分 两分 应该没问题啊 应该没问题 关键在于理解啊 其实这个理论挺难的 很麻烦的 好多的那种 说法啊 咱们给他尽量的简化了一下啊 也不敢说太多 也不敢不说 不说理解不了 说太多 可能就容易钻骨脚尖 咱们就这样 应该是刚刚好啊 必合议 2016年 2015年考过单选 2021年很有可能接着考 好 咱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理论 分割市场理论 这个跟前面那个呢 这是一对冤家呀 什么冤家呀 顶着干 你说 不同 预期理论啊 你说是这个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 可以完全替代 分割说了 我就说了 说什么呀 根本无法相互替代 是吧 我们记住一个结论 记住我说的一句话 分割市场理论 基本上就 你就背下80%来了 哪句话呢 记住了 分割市场理论 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 跟预期理论 正好相反 所以忘了以后 你就想预期咋说的 然后呢 分割市场理论 跟他相反就行了 好 那咱们看一下 他的假设条件啊 怎么说来的 无法相互替代 跟这个谁呢 跟这个预期 完全替代 是相反的 所以他说呀 持有某一到期期限债券的 预期回报率 对于其他到期期限债券的需求呢 不产生任何影响 刚才咱们讲了啊 什么叫分割市场啊 看一下啊 这是那个市场 里边有短期的 里边还有长期的 那这理论怎么办 我给你割开 怎么着呢 短期跟长期 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短期债券的利率 有短期债券的供给和需求决定 长期债券的利率 有长期债券的供给和需求决定 而且短期的利率 不会影响长期 长期 它也不影响短期 分割市场嘛 割开了 你看这跟完全竞争 完全竞争 跟预期理论是不是正好相反的 预期认为短期 长期有没有关系 有啊 短期利率 它的平均值 是吧 就是谁呀 就是长期利率 好 这个第二个结论 咱们就记住了呗 怎么记呀 首先将不同期限的债券市场 看作是什么 完全独立和分割开来的市场 多选题的选项 那根本无法相互代替 多选题的选项 另外 到期期限不同的债券 没什么债券 它的利率取决于谁呢 是该债券的供给跟选项 需求 啊 所以记住啊 其他到期期限的债券 它的预期回报率 对此毫无影响 短期的这个利率 就是短期的供求决定 长期的利率呢 是长期的这个 啊 供求来决定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分割市场理论就学完了 啊 那么分割市场理论 它能解释什么呢 记住了 它能解释的 就是预期理论 它不能解释的 啊 预期理论不能解释什么呀 收益的取决通常是向上的 那么分割市场理论就能解释 啊 怎么解释呢 哎 分割市场是这么说的 他说呀 一般来讲 啊 从经验上来看 人们更喜欢短期的啊 这个债券 啊 所以呢 这个收益的取决啊 通常是向上倾斜的 啊 就这么个意思 其实 分割市场理论呢 也有两种 就是向上的 向下的也有 但是他认为一般来讲是这样的 那么他不能解释什么呀 就是预期可以解释的 记住了吧 哎 分割市场跟预期正好相反 那么分割市场解释不了什么呀 同向运动 为什么 因为短期跟长期没有关系 他咋同向运动啊 你是你我是我 咱都互相不认识 咋同向运动啊 解释不了 另外呢 他认为 通常是向上的嘛 所以他也解释不了什么呀 哎 短的话啊 短期利率低的话呢 就向上 短期利率高的话呢 就就就向下 所以他也解释不了这个 啊 这样的话呢 分割市场理论 咱们就 解释完了啊 解释完了 哎 应该理解了啊 重点在哪呢 就是 短期跟长期 他这个分开了啊 没有关系 好 咱们做题试一试啊 做题试一试 呃 风格上理论 能解释的啊 能解释的 典型的收益率曲线 通常向啊 上倾斜 收益率曲线 不同的形状 可以由不同 到期期限的债券的 供求因素解释 这是多选题的选项啊 多选题的选项 哎 就他认为 风格上理论认为 这个收益率 或者说这个利率 由谁决定啊 就是这个供求 把供给和需求 好 呃 如果喜欢短的 啊 那么利率风险小的 啊 那么就可以解释了 啊 可以解释了啊 典型的收益曲线 是向 啊 向上倾斜的 就他一般认为啊 人们喜欢这种短的 哎 那么通常情况下 他说长期的债券 呃 他需求的少 所以呢 长期的债券呢 价格就低 买的少吗 价格低 所以利率呢 相当于就高 啊 所以呢 他说典型的收益曲线呢 是向上倾斜的 啊 这个就不管他了啊 记住这一条就行了 能解释的是向上倾斜 好 无法解释什么呀 就那两条啊 同向运动 还有低的时候呢 他向上 高的时候他向下 这解释不了 啊 记住一句话就行了 跟预期理论正好相反 好 咱们看一下 哎呦 2020年多选 又考了啊 这个有点可惜啊 嗯 下列利率期限结构理论中 啊 观点中 属于分割市场的观点内容 咱们看一下啊 哪个属于分割市场 哎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 根本无法相互替代 是该理论的假设条件 对不对 无法替代 正确 预期理论呢 完全替代 B 不同期限的债券市场 是完全独立和分割开来的 怎么说 分开的是吧 呃 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状态 C 到期期限不同的每种债券的利率 取决于该债券的供给与需求 是不是这样 短期的就是短期债券的供求 长期的就是长期的这个供求 啊 自己的供求决定自己的这个利率 收益率曲线 不同的形状 可以由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的供求因素解释 这不说的很明白吗 C和D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啊 到期期限不同到每种债券的利率 取决于该债券的流动性 有这个话吗 没有 那没有 没有 呃 他有也不对 为什么呢 多选题 最少有一个是错的 ABCD对E肯定是错的 所以E咱们拿不准 没关系 ABCD拿得准 踏踏实实拿这两份 啊 意识错的啊 其他到期期限的债券的预期回报率 对此毫无影响 好 咱们来做一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利率期限结构的分割上你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啊 这个选错的 到期期限不同的每种债券的利率啊 取决于债券的供给与需求 啊 这个是对的吗 这个是对的 让选错的啊 所以这个不选 B 典型的说一率曲线 通常向上倾斜 哎 这个是他可以解释的 无法解释 不同期限的债券倾向于同项运动的原因 这个也是对的 让选错的 你看 差一点啊 差一点 这这这就 这就这就 犯错误了啊 这个应该也是对的是吧 也是对的 那就不选 不选 不选 假定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是完全替代 这个错了 是吧 那要选上了 啊 所以咱们可得注意啊 让选错的还让选对的啊 这题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选的是D D的说法不对 好 我们看第三个理论呢 叫流动性一价理论 你看啊 预期理论呢 哎 能解释两个问题 但是呢 他解释不了 收益的曲线 典型的通常是向右上方倾斜 哎 就是长期利率 一般大于短期利率 这个风格掌理论呢 跟他正好相反 这就说明他俩呢 都有缺点 那怎样他就 没有缺点了呢 把他俩加在一起 他不就可以取 他们俩的职场吗 于是 流动性一价理论 就产生了 啊 所以流动性一价理论怎么背呢 你就这么背 流动性一价理论 就是把预期理论 跟风格上一价 加起来了 哎 把这俩的结论加起来 就是他的结论 我们还记不记得 预期理论什么结论 长期利率等于什么 短期利率的平均值 分割市场的这个 什么关系来着 哎 是什么呀 由这个债券的供求啊 所决定 实际上呢 把这两个结论 一加 就是流动性一价理论的啊 这个公式 我们看一下 哎 那 长期债券的利率 应当等于什么呢 两项之合 哪两项啊 哎 第一项 长期债券到期之前 啊 预期的短期率的平均值 这不是人家预期率的结论吗 哎 第二项是什么呀 哎 是随 债券供求状况变动 而变动的什么呀 流动性一价 这就是一道计算题 哎 咋算呢 先算预期的这个平均值 再加上谁呢 流动性一价啊 这是一道计算题 要注意啊 好 我们看一下2018年的单选题 假设未来两年中啊 一年期和两年期债券的利率啊 分别是3%和4% 一年期和两年期债券的流动性一价呢 分别是0和0.25% 按照流动性一价理论啊 4%除以4%除以2呢 哎 除以2 这是第一项 那么第二项是什么呢 哎 第二项啊 应该是流动性一价 啊 那几年的呀 两年的 第一年是多少 第二年是多少 0.25 所以加上0.25% 哎 这就可以了 啊 等等一几呢 等一几呢 3加4除以2 那就是3.5% 3.75% 不是吧 3.75% 选哪个呢 哎 选D 你看 哎 选D啊 3.75% 啊 我把这个题呢 改一下 这样的话呢 咱们会理解的更通透 好 咱们来看一下啊 我把这题呢 重新说一下 那比如说呢 有一年的 两年的 三年的 就第一个一年 第二个一年 第三个一年 是多少呢 是3% 啊 4% 和5% 哎 这是相应的那个 短期债券的那个利率 好 那么另外呢 哎 还有流动性的这个溢价 分别是几呢 哎 0 啊 0.25% 和0.5% 哎 那么请问 啊 三年期债券的利率是多少呢 哎 我们算一下啊 三年期的 哎 是多少 那怎么办呢 也是两项之和 哪两项之和呀 哎 首先是什么呀 预期的啊 短期利率的那个平均值 那就是 3% 加4% 加5% 啊 除一几呢 哎 除一三 这第一项 那么第二项 哎 这需要咱们理解一下了 那我是不是也和第一项一样 把他们仨加起来除一三呢 哦 不是 哦 不是 为什么呢 问第几年 就加第几年 你像刚才咱们这个是问了几年 两年 所以加的是0.25 第二年 同理 这问第几年 问第三年 是吧 那就加几呢 加第三年的 这个百分之0.5 哎 就可以了 啊 所以这是几呀 3加4加5的话 这是百分之4 对吧 这是百分之4 除以3 百分之4加成0.5 百分之4.5 哈哈 百分之4.5 好 这就可以了 所以呢 到这一步的话 基本上咱们就没问题了啊 这块随便出计算题 我们都应该给他拿下了啊 有时候光看两年的呀 可能这个啊 这个这个 三年的啊 咱们怕这儿闹不清楚啊 这样的咱们就给他通透了啊 通透了 和流动性价理论密切相关的呢 叫期限优先理论 这个呢 大概了解就行 知道有这么个理论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理论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 它是什么呢 是间接的方法呢 来修正预期理论 得到的结果呢 结论呢 是相同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们对这个期限有偏好 有偏好 对期限有特别的偏好 你比如说啊 人们偏好短期的 比如短期短期 那这样的话呢 那人们就得愿意买短期的 那长期的呢 必须利率高 我才去买呀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长期债券的利率 要高于短期的利率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高的话 没人去买呀 就差的意思 所以呢 偏好某种债券 比如短期的 只有当预期回报率足够高时 才会买其他的 比如说长期债券 人们不太喜欢 人们更喜欢短的 所以要想人们买长的怎么办 长的必须比短的高才行 所以呢 一般长的比短的高 了解就行了 就这么个意思吧 跟前面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流动性价理论 和期限优先理论 能解释什么 刚才不说了嘛 预期能解释两条 哪两条呢 能解释这个第一条 和这个第三条 解释不了第二条 风格赛养理论呢 能解释第二条 解释不了一三条 而流动性价理论呢 把他俩综合在一起了 全都能解释了 所以这个就不用背了呗 你就记住一个 预期理论能解释什么 不能解释什么就行了 接下来你就想 风格市场跟预期正好相反 流动性价都能解释 这就OK了 都能解释 我们看一下多选题 谁能够解释 不同期限的债券利率 表现为同项运动啊 同项运动的话 是预期的 预期可以 风格市场呢 它肯定是不行 那么流动性价呢 它都能解释 流动性价跟谁呢 期限优先它俩差不多 流动性偏好理论 不是这里头的 是这个后边要讲的 那个决定理论里头的 A第一